嘿大家好 我是最近剛出新書的啾啾鞋 我的這本書《冷知識》背後的熱思考 總結了我七年多以來 每天為了頻道更新 而吸收大量資訊 整理與表達的功夫 買這本書等於一次 把這七年多的經驗給埋下來 這十分划算喔 那現在各大網路和實體通路都有販售 接下來也會舉辦北中南三場簽書會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啦 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不知道我的觀眾裡面玩攝影的人多不多呢 我因為要拍影片的關係 所以因此多少接觸了一點點攝影的皮毛啦 只能說這個水真的很深啊 最近有一張照片還蠻紅的 就是這個 這是一名網友他原本是為了要拍夜景 那因為光源比較弱的關係 所以他調長了曝光時間 結果在拍攝的過程中 不小心又踢到腳架 就拍出了這張照片 這感覺像是地球在發出什麼很強的能量訊號 下一秒就會有外星的巨大怪物會出現 很有科幻感的一張意外的照片啦 那其實正常版的夜景就是這樣子的 也蠻美的啦 那這是因為調長曝光時間的關係造成的吧 那麼我就好奇了 要比曝光時間的話 世界上曝光時間最久的照片是多久呢 拍出來又是什麼樣子 答案就是這張照片 對 乍看這件好像覺得沒什麼啊 就有點抽象的 彎曲線搖的感覺 但事實上這張照片持續破光了多久呢 居然長達8年又一個月喔 也就是從2012年就開始拍了 而且這張照片的誕生完全是個意外 這張照片是由當時還是英國 赫特福德大學美術系的學生 Regina Volkenberg 所拍攝的喔 那她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名攝影技師 也就是真的很專精在研究各種 攝影技術細節的職業 那當時呢其實只是想做一個實驗 就是用最簡單的針孔相機來進行攝影 這個針孔相機不是來偷拍的那個針孔 而是指在一個黑箱上面打一個洞 在裡面放上感光材料 用針孔塵上的原理來拍照 是一種非常原始的影像紀錄方式啦 那她的針孔相機很簡單 就是一個啤酒罐打一個針孔 然後呢把感光紙放在裡面 欸就這樣 然後她就把這個針孔相機 那就是他們學校的天文台上面 進行長時間的曝光 但其實她的這個實驗 進行的非常不順利喔 主要是因為那邊的氣候太潮濕了 感光紙每次都會受潮而捲曲起來 導致成像失敗 於是嘗試了很多次以後呢 她就漸漸放棄了喔 她最後一次實驗 把這個相機放上去以後 就這樣子慢慢把這件事情給忘了 結果沒想到 就是這最後一次實驗居然成功了 感光紙就保存的很好 並且在這8年多的時間內 持續每天對著天空進行曝光 最後就這樣子記錄下了 2953條太陽行進的軌跡 對你看照片上這些線條呢 其實就是太陽的行進軌跡啦 結果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意外 讓它打破了世界紀錄 這樣照片就成為了世界上 曝光時間最長的照片 順帶一提 在此之前的世界紀錄呢 是有一位名叫 Michael Weasley 的攝影師保持的 他原本就是以各種 超常識曝光照片為名的喔 而且呢因為都是刻意 專門設定好位置的 所以真的拍出非常多有趣的照片喔 這些照片呢都給人一種 時光飛逝的感覺 照片中有些東西從來沒變過 但因為有些東西一直都在變化 真的非常有意思喔 很推薦大家可以去他的官網上欣賞一下 好啦這就是這次介紹的 世界上曝光時間最長的照片 也真的是各種巧合跟意外 才造就的這張照片 那麼最後呢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還有銀鑼的分享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by bwd6